但传言闯天下楼失败 便会丧失所有修为 孤儿不敢贸然前往 这倒也是啊 不过这世上 本就没有什么不付出任何代价 就能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 该怎么选 就看你自己的抉择了 你怎么在这里 我都跟了你好久了 你都没有发现吗 就你这种敏味毒 实在称不上是终界灵石 要你滚 跟我来 干吗 去哪儿啊 你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你不是在凤家住的不舒心吗 我想在这儿给你建一个园子 不用了 这 这多麻烦啊 不麻烦 就在这儿 我已经选好了 到时候给你准备一些必要的物品 还有衣物 你随时可以住过来 你想要什么你都可以跟我说 我吩咐人帮你去置办 夫人还有丘琳也都能来陪你 真的不用了 我 好端端地送我个园子 这算怎么回事 而且 我有说我要常住园都吗 要不是你使诈 把我娘亲骗过来 我才不会来这里 我还不是因为你在凤家住的不自在 你对我 这么一下冷淡 一下是好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 我就是觉得 我们这样 有点太快了 怎么就算快了 你本来就是我的灵妃 你本来就应该多与我待在一块 什么灵妃啊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了 我 你反悔了 也不是反悔 我是挺喜欢你的 但是也没有说要马上做你的灵妃啊 你也没有问过我 就擅自做这题 我明白 灵妃对你来说只是一个虚险 你这么不拘一格 你根本就不在意对吗 我说什么了我就不在意了 你 你 你不就是那个意思吗 我 总之 我就是不要 我的心意难道你不明白吗 明白是明白 可是我的事情 又怎么能让你明白呢